针对普里正立殡仪馆新建工程一案 五公里里长黄美玉今天上午带领约 30多位的里民到县议会陈请 副议长潘一泉特地与县长李明珍一起向里民说明 县议员吴国昌、林芳宇都亲自到场表达关心 里长黄美玉说殡葬设施设在五公里是不恰当的 殡仪馆殡设施设在五公里是非常的不恰当 因为毕竟我们那边是 那当然县长还没有在执行这个部分 我们的镇长就要在那边盖 新办这个殡仗设施 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五公里也是一个水源地 副议长潘一泉表示 地方政府规避环品的规格 将现有基地分割成一甲以下 这是不对的 政府机关来躲避环品这个规格 把我们的现有的基地 来挂着一甲以下来规避我们的环品 这是真的不对的 我也真的要求我们的观众 由这个理由来由我们的环保局来提供 这次就是要加所有基地 南座会 南座会就超过一甲以上 一定要接受我们环保局的环境讲评估 这个可以来实践 现议员吴国昌表示 居民们反对设兵仪馆在五公里 已经有长达一年的抗争 他认为埔里确实有需要设兵仪馆 但必须不影响地方发展与安宁 那么这个环保局的政策 他要以刑办事业计划 来向管阜申请 目前我们的基民 他们持有反对的态度 那么国昌仁说 我们做每一项的工作 环保局的确实有需要并以贯 但是这个地点 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的基民来沟通 来影响地方发展 影响地方发展 来影响地方发展与安宁 潘副议长也认为 埔里是有需要设兵仪馆 但不一定要设在五公里 他希望埔里镇长 能好好跟地方居民沟通 一个为我们做镇长 要像管理所说 老百姓如果没有发现 没有想要做 我们不可以去做 并以贯 保里是有需要并以贯 但是实施的所在 我们可以来处置一个 更好的所在 经过议会与县府的说明之后 陈勤民众感谢潘副议长的协助 在获得满意的说明后 搭游览车离去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